2023桃園灯会倒数两天四大展区 加上主灯附吐点亮整个富岗小镇 也吸引大批的民众前来参观 其中就有着不少的情侣 把握情人节假期 带着另一半到灯会感受浓浓恋爱氛围 2023桃園灯会接近尾声 不少民众都把握机会赶紧到扬眉富岗 感受灯节气氛 在夜晚的湖面上闪闪发光 这是位在民生池皮堂的紫棋东来灯视 搭配周围的微光步道 还有高达8米5的白露丝造景灯组 人群中也吸引不少情侣手牵手 一起漫步在湖畔边享受甜蜜时光 就享受放假然后过来晃晃一下 感觉气氛很好 气氛还不错 很适合来这边逛逛走走 还蛮漂亮的 蛮蛮喜欢的 有回到恋爱的感觉 我们从新竹过来的 那感觉这边的灯会如何呢 就是附地很大 有很多参观的地方 有不同的展区 觉得还蛮新奇 有浪漫的氛围 桃圆灯会今年首度在杨梅富岗举办 从火车站出来 一路到运动公园 博光港公园及名声石皮堂四大展区 设计了各种充满客家 铁道 茶叶等在地文化的灯组 加上巨型主灯附吐 点亮整个富岗小镇 也让情侣在情人节前夕 到这里享受一个美好的连来假期 即将等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